嗨,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的余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又简单的铜锣烧的做法 不用烤箱,家里有锅就能做 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 食材比例我都打在屏幕上方,请大家仔细看 全部的食材都在这里 下面开始分蛋 装蛋白的盆子里保证是无水无油的 先麻烦的小姐妹们可以不分蛋,也不用打蛋 直接打全蛋液,加两颗的泡打粉就可以做了 我是追求无添加,才给它分开的 蛋白里不能有一丝蛋黄,有一丝蛋黄影响打发 下面把玉米油,还有蜂蜜都倒在里面 添溜奶,一颗盐 用手动打蛋器给它搅拌均匀 塞入低筋面粉 塞完以后,用手动打蛋器化锅质型 按不规则的方式,给它搅拌均匀 往一个方向搅拌容易起筋 用上下翻拌的方式,给它翻拌均匀 翻拌至光滑细力,无颗粒,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开始打发蛋白 40克白糖一次性加入 用电动打蛋器给它打发 打发踢起来有一个弯钩 像这样就可以了 蛋白分两次加入蛋黄糊里 用手动打蛋器用上下翻拌的方式,给它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把剩余的蛋白全部倒入蛋黄糊里 用手动打蛋器再次给它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倒入裱花袋内 再到蛋糊的同时,我们的电饼铛也在插电预热着 预热以后,拔掉电源 把裱花袋前面捡一个小孔,然后均匀的挤在烤盘上 盖住盖子,等它定型以后,给它翻个面 感觉火口不够的话,然后把电源再次开开 这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然的话会糊掉的 就这样来回到开关电源,把温度控制在150-180度左右 这一面煎黄以后,翻个面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至微黄,就可以出锅了 大家没事,可以来猜一下,我今天用三个鸡蛋,能煎多少个小饼 我这个小饼大的有9公分,小的有7公分,平均也就在8公分左右 我家用的是超大号的电饼铛哦,是商用的,直径40公分左右 没事,来猜一下,或者是花个弹幕,或者是给我留个言 不要等我饼煎完了,再告诉我哟 说着说着,按此方法,把所有的小饼全部都煎完了 除了孩子吃了几个,全部都在这里,你猜对了吗? 我儿里是100克的淡奶油,加10克的白糖,用电动打蛋器给打发 通罗烧里面的夹心,可以用豆沙,也可以用巧克力来代替 我家用的是淡奶油,是因为我做的有其他的甜品 我用的是100克淡奶油,其实50克就够了,加5克的白糖 你记住这个量就行了,我用100克是因为我做的还有其他的甜品 淡奶油打字提起打蛋器有一个小小的弯钩,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倒入裱花袋内 装好以后,把裱花袋前面给它拧紧,或者是用绳子或皮筋给它封口 前面剪一个小孔,把奶油挤在小饼上,搁一个挤一个 挤完以后,拿另外一个小饼,盖在挤奶油的小饼上 一个铜螺烧,像这样就做好了,非常的简单 铜螺烧好吃健康无添加,它可以用平底锅做,也可以用电饼成做 也可以用电烤箱做,非常的简单,三个鸡蛋做40个小饼 非常的实费哟 好了,今天的美食作品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于姐,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咯